我们前面说双方干涉实验 在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什么 实际上是两个光束在这里面干涉 可是干涉的条纹是由相差来决定的 它的相位差决定的 相位差由谁决定的呢 是光层差决定的 光层差我们说在真空里面 实际上就是指光走的路程的差 对不对 这个是没什么问题 可是有一个问题 假如说你这个光路上不是真空 或者像空气这样 有空气这样的话 我们说它跟真空一样 它的折射率接近于一 你可以当做真空来处理 可是如果不是像空气这样 如果有一些玻璃或者水 这样折射率比较大的东西 在你光路上出现的时候 你这光层怎么办呢 你怎么计算呢 下面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假如说我们这双缝干涉的时候 过来的都是 这个是我们假设的香港光源 然后你这两个缝过来的光在这批点相遇 可是相遇的时候 我们之间中间割了一个折射率为n的这样一个戒指 这个n的戒指大概多长呢 大概低于这么长 这个时候这两个光路之间的光层差怎么计算呢 就这个问题 就光层差导致的相位差怎么计算呢 就这样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 你这个光通过这个戒指的时候 频率是不变的 对吧 颜色不会改变 对不对 你在水里面看 你在空气里面看 颜色不会改变 所以说它的波长光束是有一个变化 折射率分之光束 对吧 所以你就知道 实际上在这样戒指里面 它的波长是折射率分之一这么大 就折射率 这个波长比真空中的波长要减少了 那么我们说 你这个波传播的时候 相位怎么落后呢 是这个距离 这个波所传播的距离 对于这个波长的比值乘上二派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边呢 你比如说 刚才我们这种情况 我们不是要考察 这两个路径的光层差吗 那么在这个路径上 我们来看一看 相位 相位上对相位的贡献是什么呢 是你先把这个地这块拿掉 那真空的 在真空的距离 对吧 然后得对真空的波长 彼此乘上二派 在戒指里面那一段呢 你要用到戒指里面的那个波长 对吧 戒指里面波长 然后它的距离乘上二派 然后这个呢 减去真空当中的 另一个路径的这个光层落后 这个相位落后 这样的话呢 我们算出来 这两个光路之间的光层差 就算出来了 所以在这里边提示我们 假如说 你在光路上有戒指的时候 你这个光层差是什么呢 你这光层是什么呢 实际上戒指的折射率乘上这个距离 就等效于你在真空中的真空中 就你在戒指里面走地这样的距离啊 是等效于在真空中 走了折射率乘上这个距离这个距离那么远 把折射率乘上距离这个东西 叫做在戒指中走的这个光层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 这个就是光层 那假如说这里边 光路上有很多戒指 你路过很多戒指 假如说路过N1N2 都很多戒指 这个时候它的这个光层应该怎么计算呢 毫无疑问 就是这些所有每个戒指里面的光层的叠加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光层的叠加 而这一段 这光层引起的相位落后 相位落后是多少量呢 就是λ分之2π 乘上这个 当然这个λ就是真空中的这个波长 清楚了吗 就是这样 那么你们在这个中学的时候 听过这个所谓非马原理 是不是 这非马原理就是说 光路走的时候是走光层最小的路径 指的就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当你某一点到另一点 你有一个光层的累积 光层累积怎么算呢 每一段距离乘上当地的这个折射率 把它累加起来 那累加起来最使这个累加这个最小的那个路径 就是光线实际要走的路径 这就是那个非马原理 就是这样 那因为我们这是这个研究波动光学 所以对集合光学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不深入 就给大家简单的提一下 那么对于有透镜的情况 透镜成像 透镜汇聚 汇聚焦 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 你比如说有个平行光 到了一个秃头镜 然后这是焦点 汇聚了 汇聚 这是焦点上汇聚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从波动光学的角度考虑的话 是这样多的光线 所有的光线通过透镜以后 都要在这集中 对不对 集中的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是所有的这些光线 到达这一点的时候 这一点的光是最亮的 对不对 一直聚焦的意思是光实际上就在这儿聚焦了 其他地方光是很小的 对不对 那意思是说 这些光线在这儿聚焦的时候 无论是这么过来 还是这么过来 还是这么过来 光层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们之间的光层差是等于零 也就是说从干涉的角度 这一点是所有这些光线的干涉零级 就这么一个道理 实际上就是你这个通过涂透镜汇聚的意思 这样 那么如果是斜入射的情况呢 斜入射的情况 假如说这是平行光过来的话 我们说这是如果平行光过来 平行光过来的话 我们说波振面是垂直于这个 如果这个光线是这么平行传播的话 波振面是垂直于传播方向 对不对 所以对某一个波振面开始 比如说到这个波振面开始 你比如说这有一个波振面 这有一个波振面 那么这些光线从这传到这 从这传到这 那个光层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假如说从小A小B小C开始 这些光线都在焦平面上的某一点汇聚 对不对 那汇聚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这些光都在这汇聚的意思是说 光线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 它们的光层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是干涉零级的 意思是说这些光线通过透镜以后 通过透镜以后 光层差是不存在的 没有光层差通过透镜以后 也就是说透镜不产生附加的光层差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成像这一点也是一样 假如说这一点有个像点 然后这是一个透镜 然后这是像成像 它的像在这 像在这的意思是说 你这发出来的光都要到这集中 对不对 意思是说它都到集中的时候 这些光线 所有的这些光线 它们之间没有光层差 是零级这是 是这个意思 那你可能想 假如说这是零级的话 按照我们干涉的这个想法的话 如果你在这搞一个屏幕 就在焦平面上搞一个屏幕 那中间要是零级的话 那旁边好像也应该有一些一级 这些东西 对不对 是不是也应该有 实际上这是很弱而已 明白这是什么 这是很弱而已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 有戒指的时候光层 这个概念